今天的月漂过期了 坐地铁 所以说月卡要去重新买一张月卡 买好了950克了 最后一站到了 这个是皇家花园这一站 如果要去斯多哥尔摩老皇宫的话 坐到这一站就对了 瑞典疫情期间 坐地铁的话 没有规定要戴口罩 所以呢 戴口罩的比例人数真的是不多的 哪怕是在上下班高峰的时候 好多人也都不会戴口罩 那政府呢也没有强行的要求 只不过是建议 大家呢可以戴口罩 今天陪老公来做一下按摩 这个坐落在市中心的这个中医馆 一进来的话 在我们等待的时候 然后我们在这个阵子 这个座位叫什么 叫有点像抗一样 来喝一杯姜茶先 好我们坐下来喝一点 好我今天也准备做一个按摩 这个是我做按摩的这个房间 有些按摩师会来跟我做 好等一下见 好现在中医所出来准备走回家 一路上散散步回家 天气倒也不错今天 现在现在几点钟 下午一点钟 路上的人倒是也不多 回家之前先到中国超市 来买几包馄饨皮 刚想起来家里馄饨皮没有了 这个市中心 斯都高摩市中心的 这个最大的一个超市 中国超市吧 要买什么 中国离是吧 好呀 妈的中国上里 中国上里 好呀 我买一个 哦 我买一个 现在就9块公斤 那好吗 我买一个 蔥油饼麻烦了 应该煮了蔥油饼 清甜梅菜扣肉大饼 现在9块 最后一口 这里的鸡汁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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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鸡汁 很漂亮 在鸡汁里面 非常漂亮 鸡汁里面 欲叶